總共44條裡面 國民黨團動議版本只有一條 有12條是民進黨團的版本 這怎麼沒有尊重少數呢 我以為你繼續畫錯我的重點 我跟你說的是 院長現在在質詢 你不用反質詢 跟我講的內容完全不一樣嘛 院長 宮廷會是誰主責 您知道嗎 委員應該知道 您不知道嘛 沒有去瞭解 你就用民粹式的方式來去跟民進黨團做造謠的口罊 現行的法令就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同一權是有限定期限的 我先請教喔 你在開中民意第三頁裡面就講是說 民主議事程序除了多數決議決以外 亦要尊重跟保護少數 是的 你叫立法院 少數是誰 少數是民眾黨跟民進黨 民眾黨 民進黨 太好了 給你一個數字喔 44條裡面總共有12條 實質修正是通過民進黨團的版本 而裡面有4條是3個黨團共同修正動議的版本 總共4條 真正獨立 只有國民黨團的版本通過的 只有一條 換言之 在這一次的修法的時候 總共44條裡面 真正國民黨團表決通過國民黨團動議版本 只有一條 有12條是民進黨團的版本 這怎麼沒有尊重少數呢 委員你繼續畫錯我的重點 我們的對話就會非常的困難 我跟妳說的是 本席現在在質詢 你不用反質詢 院長 本席現在是就事論事 就條文論條文 不是反質詢 告訴你 為什麼你提出來的 為什麼你提出來的意見 其實是跟事實不相符的 你跟我講的內容完全不一樣嘛 因為你沒有針對本席的問題來回答問題嘛 來院長再來 在經過實質討論的時候 我們的討論過程裡面 總共有一次的專案報告 三場的公聽會 以及高達 多次的朝野協商 公聽會是誰主責您知道嗎 委員應該知道啊 您不知道嘛 所以院長 其實在這個審議的過程裡面 立法院立法委員 針對我們的職權提出來 結果你行政院 反駁的時候 完全沒有去看 沒有去瞭解 你就用民粹式的方式 來去跟民進黨團做造謠的口號 這樣子真的無助於意識的吞衝 所以我請教啊 三場公聽會誰主持 委員應該知道 你比我清楚 你沒有辦法回答問題 也沒有官員想要上來救駕 因為官員也不知道是誰主持是不是 我第一次看到行政院長那麼孤立 然後沒有官員要上來救駕 是不是官員也不知道公聽會是誰主持 因為你的問題 不是官員能夠回答的啊 我的問題是官員可以回答 官員沒有參加公聽會 即便是那個官員 是蔡英文政府時代的官員 但是至少我們現在法務部長 至少我們現在相關部會首長 也都應該了解啊 不然你怎麼會提出復議案呢 所以現在行政院院長 就直接用他的反應來告訴我們 其實你提出復議案 但是你沒有了解中間的審議過程 但你直接就講 本席直接告訴您 來 公聽會 一場 吳宗憲委員主持 兩場 民進黨的招委 鍾嘉賓委員主持 所以換言之 這些公聽會 這些公聽會 不也是經過國民黨 民進黨 兩黨的委員 共同來協助 來增定修法的過程嗎 這樣子到底哪裡有不尊重少數 以及不保護少數 你第五點 特別有講到 人事同意權 行使 恐導致摯愛難行 因為 現在修法通過之後 我們要求是期限審議 不少於一個月 所以你認為你們的意見 是說你認為如果說沒有限制一個 什麼時候一定要勝利的話 有可能會無限期延長 是這個意思嗎 有這種疑慮 有這個疑慮 那我請教 現行法令 有哪一條法令 人事同意權 是有限制期限的 所以現行法律 是都沒有這種期限的限制 那為什麼獨獨這一次要 不得少於一個月 就是因為過去有委員認為是說 人事同意權相對來講 非常的重要 所以說希望有 一個期限來做審議 但是沒有無限延長啊 可是您現在你們的講法 是現行的法令都至愛難行喔 就是 所以換言之你們現在 提出來賦議的講法 是連現行法令都要推翻 所以 你講的第五點 所謂的無限期延長 根本也不是理由 因為 現行的法令 就沒有任何一個人事同意權 是有限定期限的 這就是現行法令的規定 這也就是行政部門 應該要尊重立法部門的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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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樂眼現正本境 藉賦議 一些全公平尊 藉賦是逛なた的 生活的比喻 暖 emotion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